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多市环境专员警告 市政基础设施老旧将无法抵御恶劣天气 美国底特律负债高达185亿美元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本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多伦多公车局发布新的视频录像 向市民普及如何正确使用乘客救援警报系统的知识 公车局表示 在去年全年的地铁列车延误案例当中 有6000宗与乘客救援警报系统有关 而其中70%的情况 也就是51个小时的延误 并不属于紧急情况 公车局此次发布的视频总共大约4分钟长 行政总裁贝福德和发言人罗斯 逐步详细介绍列车上的报警系统 罗斯表示 视频并不是为了责怪乘客胡乱使用报警系统 但许多乘客不明白什么情况算作紧急 二人介绍 如果车上有人昏倒或需要医疗救援 又或者发生乘客受到袭击和处于危险之中 乘客都可以马上拉响警报 而如果乘客只是单纯的感到不舒服 则不能使用警报系统 报警系统拉响后 地铁上的工作人员和公车局交通指挥中心 可以立即收到报警 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而这也就意味着列车将在下一站停驶 直至危险解除 再来看 多市连日来遭受了热浪侵袭 今天更是刮起了大风 但环境部表示 冷空气将在今天占领多市上空 暑热的天气将逐渐消散 多市今天依然处在极度酷热警告下 环境部预测 热浪将在今晚退却 多市今天最高温度达到35度 加上湿热效应 感觉温度有44度 环境部预测 安省东北部和南部 今天将有雷暴天气 并伴有大风 冰雹和豪雨 环境部还预测 部分地区将遭遇龙卷风 明天多市气温将有大幅下降 周六最高温度预计为27度 周日为23度 在昨天 市府宣布多市经历了 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一波热浪 通常情况下 连续三天气温在32度以上 就称为热浪天气 多市各避暑中心依然开放 市府提醒民众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 多市本月初经历了数十年不遇的暴雨和雷暴 导致洪水泛滥和大面积停电 环境监督专员今天表示 多市不少基础设施建设年久失修 如果暴风雨卷土重来 多市将无法抵御 安省环境专员米勒今天表示 多市的部分基础设施已经有数十年的高龄 而且已经不适合如今的气候环境 他表示 如果多市再度迎来暴风雨天气 市府将对爆发洪水和断电束手无策 本月8号 多市在两个小时之内降下126毫米的豪雨 相当于整个7月的降雨量 在降雨量最大的时段 多市有多达30万民众家中断电 断电还导致地铁和铁路列车停驶 部分民众困在列车当中长达7个小时 除了安省环境专员之外 市政工人代表也呼吁市府和纳税人 在事件中得到教训 尽早升级相关基础设施 以防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多市西北一个篮球场 本周二因为被警车碾压而遭到毁坏 今天警员和社区民众 共同对篮球场进行了修补 篮球场位于多市西北地区 周二晚间有警员为了追捕疑犯 驾驶警车开过球场 导致球场地面损坏 有民众拍下警车碾压球场的视频 并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 警车碾压过后 篮球场红蓝两色地面材料到处散落 并且留下了裂缝 警方称损坏篮球场的警车 属于警方反暴力小组 通常情况下不会分配到这个区域 今天在警员和社区民众的共同努力下 篮球场的修整工作已经展开 好了 加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稍后见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 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以言至 锐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准时为您报播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 是加拿大冰酒出口中国的最大代理商 代理的主要产品为加拿大生产规模 最大的冰酒制造商 钻石酒庄集团产品 所有产品通过VQA质量认证 只需要在加拿大订货 即可在中国任何城市 拿到原品原装的冰酒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 在大多伦多地区有四个订货点 详情请致电416-855-0752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 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30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有汽车之城之称的 底特律师负债高达185亿美元 申请破产保护 成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底特律师政府负债高达185亿美元 在无法自救下 底特律师迫于无奈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我真的不想进这个角度 但现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必须做得到最好的 这个是非常难的 但如果我们会让国家更好 这个是我们的新开始 联邦法院将在三个月内决定 底特律是否符合破产保护规定 底特律师政府会和财政管理人 共同研究债务重组方案 包括变卖市政资产 紧缩开支 削减公务员职位 甚至可能削减市民的退休养老金 然后和各债权人商讨方案寻求支持 美国五大城市之一的底特律 以制造汽车文明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汽车产业向外地转移 行业开始衰落 近十几年又多了日本和韩国等竞争对手 美国汽车业再度受创 日本方面 日本传媒报道 有三个主要政党赞成修改宪法第96条 符合提案修宪的条件 有分析认为 是为修改和平宪法 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附录 参议院选举星期天投票 共同设以问卷方式调查九个政党 对修改宪法第96条的取向 执政自民党 众人之党 以及日本维新社会赞成修宪 这三个政党加起来 在众议院有三分之二议席 符合提案修宪条件 民主党及生活党等另外五个政党反对 至于自民党的执政盟友公民党 则没有表态 多家民调结果显示 主张修宪的政党 可能赢得掌握国会主导权的143席 但要达到修宪条件 所需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席 也就是162席就还有差距 公民党成为关键 分析预料 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 最终可以达到目标 先修改宪法第96条 降低修宪门槛 最终修改和平宪法 关键的宪法第9条 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并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 再来关注埃及 埃及再度爆发支持和反对 穆尔西的民众示威 军方加强戒备 数以千计穆尔西支持者 在开罗一间清真次外集会 要求军方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位 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 在埃及全国发动大型示威 反对穆尔西的组织 计划星期五在开罗解放广场集会 军方派出装甲车 及设置路障防止双方冲突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声言 不会再让埃及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 会对抗意图令埃及不稳定的人 英国威廉王子与妻子凯特的第一个王室宝宝 何时诞生各界都非常期待 英国传媒引述医院消息指 凯特的预产期是当地时间惊天 各地传媒和不少民众都前往他代产的医院外守候 31年前威廉王子诞生 由王储查尔斯和大安娜王妃抱着出院 一转眼 当年的首抱婴儿将成为人妇 威廉和凯特的第一个抱抱 预料会在同一间医院出生 不少英国民众在摄氏30度的炎热天气下 到伦敦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 林登斯人分院外守候 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在医院外等候多时 希望拍下凯特入院一刻 英国传媒引述医院消息指 将有份参与凯特分娩过程的医护人员 接到通知凯特的预产期是当地时间惊天 而不是之前传出的13号 他们在之前一个月开始要禁止饮酒 官方公布王氏宝宝出生后 伦敦塔将冥想62下礼炮 泰晤士河会有灯光慧眼 伦敦眼也会亮起红白蓝 英国国旗颜色 由于31岁的凯特坚持自然生产 宝宝最迟可能在预产期后 两个星期才会出生 这个王氏宝宝无论是男是女 都将是继祖父王储查尔斯 和父亲威廉王子之后 排名第三的王位继承人 偶像大陡桌C